今年的元宵节刚好遇上了西方的情人节 在这个19年一遇的中西双情人节 全国昨天多个地方都举办了庆典活动 在霹雳州的仪宝的盛会 更特地从中国引进了无火龙的表演 这项首创吸引了超过一万人共襄胜举 由霹雳州多个民间组织联合举办的 元宵节与情人节双庆典活动 昨天晚上在敬达河畔酒店前面的公司广场热烈引爆 全场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 万人空巷毫不热闹 宜宝城市摩多集团配合公司50周年惊喜纪念 特别赞助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活动 各项精彩绝伦的节目包括有变脸特技 24节令鼓放天灯祈福活动 银花表演以及抛肝千红线活动等等 活动现场最受瞩目的就是无火龙表演 这项从中国引进的传统表演 第一次出现在大马的人民的面前 无火龙飞舞方腾将现场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在与会嘉宾为火龙进行点睛仪式后 工作人员陆续将火龙全身插满从越南运进我国 多达2500只的香火 全场大约100尺蜿蜒起伏的火龙 随后在60名工作人员豪力舞动登观闪药 并且鼓声四起之下欢腾起舞 在这个明月高昭的夜晚成为所有与会者的目光所在 当然是精彩的 当然很好看 如果我站在靠近前面我一定很刺激 我觉得很好 特别 没有看过 之前没有出见过 无火龙的传说众说风云 根据主办单会 无火龙来自中国广东南部 在股市后每到年会 为了感谢并祈求上千保佑 农民会利用当下拥有的资源 也就是稻草制作成火龙 然后点火烧起 他们相信火龙升天后 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好运连连 过去的人用这么最原始的东西来感谢天 就是为了能够安居乐业 第一 我本身感到很欣慰 第一 我们舞的成功 第二点 火龙舞起来 第二点是很兴旺 大家都有兴奋的心态 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免费 嘻嘻哈哈 咽咽咽咽就过了 现在你看 这样多人在这边 你高兴不高兴呢 也就是有对我们的华人 对我们的衣宝的人 大家有机会来庆祝这个群零街 今年适逢2014大马旅游年 最上活动不但可以协助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还可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当局希望五火龙表演可以成为常年必半盛世 让长达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RTM李之辉 霹雳仪宝采访报道 RTM李之辉 霹雳仪宝采访报道 RTM李之辉 霹雳仪宝采访报道